人想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老前面 好长时间没有吃刺激丸子了 今天有个朋友去参加婚礼 哎呀,这个婚礼肯定有这个刺激丸子 所以说一下我就馋了 主要不是说,咱们自个做一下 咱们先把肉馅做好了 肉馅做好以后啊,咱们把它放到容器里边 把做好的葱姜啊,放到肉馅里边 好啊 咱们在肉馅里边加上一点面 然后给它打一打 让它有一点粘性 肉馅里边加入十三香 生抽 老抽 盐 鸡精 香油 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 呃,赵哥 你啊,给咱俩烧点水 让咱俩小锅烧点水,咱们煮几个鸡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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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味道棒极了 是吧 嗯 必须啊 外面里边是鸡蛋 外面是肉馅 你烧油 你大锅烧 是吗 炎 是哪个如果是你 这是你这些,你有哪个锅 鸡肉 来点灯鱼看 咱们把这个灶整一整 等会儿烧开水上楼蒸 开盖 放上去 还能不能干上盖啊 正好 好,咱们蒸了四十五分钟 开始 起锅了 哎哟,还挺香 走了 尝尝啊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汤汁 你说带不带就完了 这都平了 哇,尝尝 嗯 嗯 往里开过来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汤汁 开锅以后加入溅粉 我做好的汁浇到丸上 最后撒上两袋的香酥 简直一下 对吧 嗯 真是太哇塞了 比外面卖的那个简直太好吃了 嗯 这里边还有那个简单 嗯 嗯 嗯 一口米放里边带肉 多带啊 是吧 再来点 哇 超级完美 嗯 超级完美 嗯 一蘸辣椒吃啊 更成色了 对 但是这个鸡蛋应该 咱也锅一下油 弄成火鸡蛋 对 吃入鸡蛋 在里边放点馒头 我们来个化馒头 嗯 嗯 哇甜 嗯 咱还用到 你吃大会儿 我吃小会儿 嗯 我来碗吃碗 да 你盯盯差不多了 嗯 我也饱了 这个家粽吃这个怪点啊 太贵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众关注哦 再见 再见 一人一点没多少 就四个这么大小丸子 所以说今天咱们在家 吃回过瘾的 咱们自己做 大小的不在咱们 对吧 走 这是买的现成的肉馅 回来以后咱们再自己用刀剁一下 咱们剁点葱姜末 然后把它加入到肉馅当中 加盐 鸡蛋 味精 十三香 老抽 双抽 香油 搅匀 朝一个方向搅啊 忘了 再加上点蚝油 咱们把干馒头去皮 然后咱们把它搓烂 把馒头搓到这个肉馅当中 越小越好 因为我这是新馒头搓不碎 如果是隔夜的馒头 会更好一些 搅匀 搅匀 这样就不用放淀粉了 烧油 把肉馅团成球 然后放在照理当中 然后油温三四成热 下入 烧油 稍火慢点 要不停地往这个丸子表面淋油 底部定型以后啊 就可以去个道理了 直接炸就可以了 炸至表面金黄 咱们就可以捞出喽 咱们把它放到气上 然后蒸四十分钟 起锅烧水 加入蚝油 生抽 生抽 老抽 盐 白糖 开锅以后 打入汆汁 熬至浓稠就好 然后浇上汁 我去 摆入汆法 罗田 咱们 尝尝吧 这吃的多贵 哇塞 比他们 比他们外边饭店做好吃 嗯 嗯 哇 太香了 哇 看到这个 这个大完了 哇塞太贵了 嗯 吃 这有满满的幸福感 吃饭去吃婚宴你哪敢这么吃啊 哈哈哈 口味不错啊 我怕它没有味 所以说 我放的盐稍微有点多 稍微有一点咸 但是 但是正好吧可以说 为什么如果 如果你淡了的话 它就不香了 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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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枝 哦 没饭了 喝饭了 哎呀 哎呦 有点吃不动 嗯 只有锅米饭 四个碗子 基本上都吃完了 还挣这么一点 喂 哎呀真是太过瘾了 着急了 去饭店哪能这么吃 这几两个鸡丝下吃过瘾了 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 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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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个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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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很想话不多 想吃什么过不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老铁们 今天 买点肉馅 咱们做一个四起丸子 因为好多网友想让我做四起丸子 比方我都说今天 拌它 把做好的肉馅放到盆中 把葱姜啊 剁碎 把葱姜啊 把葱姜做好以后 咱们放到这边备用 提前啊 准备点花椒水 然后把泡好的花椒水 倒入到馅当中 分批的倒 然后把馅搅匀 把撬入到葱姜 插入到里边 然后加入盐 香油 酱油 味鸡鲜 味精 再来一点蚝油 搅匀 咱们准备个馒头 给它把皮去掉 然后把馒头啊 咱们给它 用成小块 放到 优势当中 搅拌 搅拌完以后啊 搅匀 起锅 烧油 锅中加水 盖上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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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汤以后蒸40分钟 蒸点米饭 好了 把蒸好的丸子 咱们把它摆在盘里 这丸子不太圆 哈哈 把蒸丸子的汤啊 倒到锅中 开了以后 加入芡汁 勾个芡 把烧开的芡汁啊 扔到丸子上 哇 哈哈 哈哈 晚上做好了 哈哈 但是不是很圆 咱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哇 嗯 咸的正好 然后呢 这碗子口感也特别好 软又适中 嗯 好吃 米饭怎么倒的汤 走吧 嗯 太香了 这个丸子的香味啊 非常浓 咱们这是纯肉的丸子 加加了一点儿馒头 外边卖的应该是加馒头更多 所以说没有咱们这种口感好 咱们这个 摇起来以后 特别紧实 比卖的那个腰紧实 嗯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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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 嗯 嗯 这个丸子真是太好吃了 配上这个汤 真是绝了 剩下两个 我就不吃了 一会儿啊 我儿子来了 给我儿子留着 我儿子特别喜欢吃这种丸子 所以说 我就不吃了 就留着这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评论关注 再见 今天是餐丸子 餐丸子的话 咱准备点配料 鸡 这是现成的肉馅 饺子肉馅 切成的肉馅 鸡精 胃精 吃到的白糖 酒 蚝油 搅拌点香油,觉得老抽上色 这地方调料都差不多了,放进去 放上个鸡蛋 下边果然搅拌了 搅拌上劲 这一个方角,效果又快又好 适当的盐 太扯了 咱们,把冬瓜羊给它吃出来 咱们,起锅烧油啊 嗯 锅热,加油 油热以后咱们加入葱花 倒一下锅,然后加入葱花 火锅热,来点糖 捡一点老抽,让它上入色 加盐 加腿 加一点鸡精 鸡精 鸡精 加蝡精 酱 加叹 鸡精 煮 夹到碗里 夹到菜里 加入适量的淀粉 增加它这个丸子的韧性 口径 搅拌均匀以后啊 就可以创丸子了 整条乳 这个餐这个丸子 这是个技术 大小要均匀 而且呢 最好是 多次一两次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丸子会更筋道 来你们尝尝 看一看 尝了吗 好了 最后一个丸子了 最后一个丸子下锅 丸子汤 丸子汤啊 这个 喝汤 是比鱼的 嗯 所以这个汤啊 不成咸 不成咸 完了以后了 这个汤啊 因为有豆腐 冬瓜 粉条 对吧 很多 很多种配菜 当当于 营养非常丰富啊 嗯 期待吧 期待吧 开火 准备吃 烤在地里啊 咱们拔两颗洋葱 一会儿看了好吃吗 吃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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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完了 可以 您的这五十块钱我这算不到五十块钱 就过他六个肉 六七个肉 吃一顿饭的很实惠 又好吃 比炖肉好吃 嗯 很香 有点劲啊 后就上来了 嗯 你买个电话呀 买个电话 你咋故意也打电话呢 我吃了什么 能看出来吗 吃了点血糕 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 吃了血糕 啊 吃了血糕啊 你也不知道呀 是吗 嗯 1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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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配得起了开车轮的 然后还得捅着 就开着 粉色的 给镜头看一下 给镜头看一下 好看二款是吧 对 好吃吧 我看这丸子像我老公算的是吧 这是 咱爸弄的那个老师小呢 那小的一半能到六多 那小丸子啊 还可以烫 好吃 真好看 好吃 一百五一一 就是这个 奶奶我看 奶奶我看 我看你两个 真好玩 给爷爷一个吧 我喜欢吃个青空的 我喜欢这个 你看这个 看这个 我的 好看 好